一会儿你直接把依依接过来吧 我弄好之后会直接离开的 不会让依依看到我 你真好 依依终于哄睡了 难得在休息时间里 他们俩呢 在房里啊 那我们讲点事啊 你没往心里去吧 带小孩是不是很难 应该是吧 谁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 总有搞不定的时候吧 那如果他很固执 应该要怎么办 我们不固执吗 那那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改变他的看法呢 时间吧 如果真的改变不了 就不用去改变了 就磨合一下 然后找一个大家能够 共同生活在一起的状态 互相包容 是吗 圣灵 我们多久没有约会了 对啊 我怎么就让工作忘记了生活呢 你怎么可以忘记自己的座右铭呢 我明天就马上安排好不好 一定有 我有一个想法 我想卖掉一部分主流的股份 然后把老柴买回来 因为依依是在那儿长大的 在那儿生活 她会有安全感 你怎么看 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喝点酒真的觉得好累啊 辛苦你了 还好有止二汗 还伤感了 我就是不想跟你离开分别嘛 我们不是分别啊 我住得很近 打车也就起不架了 对吧 再说以后我们每天 还要在公司见面吧 那我也不能每天 随时随地地烦你了 想的没 我还要每天随时随地烦你呢 以后凯哥还来了 还要帮我带娃呢 对不对 那必须的 顺便要考验一下 凯哥带娃的能力 有计划的吗 没有 喂 宋玲 你那边收拾得怎么样 凯哥 来来 在帮我出去的 差不多了 我这边也差不多了 一会儿你就直接 把依依接过来吧 我弄好之后 会直接离开的 不会让依依看到我 也真好 爱你 什么 爱你 拜拜 拜拜 拜拜